你好,欢迎收看11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议会12号上午宪政总咨询 由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林元傅、谢国荣议员进行宪政总咨询 而对于数位货币、原名元素 融入各场馆、府会和谐 推展县政北昌石地住宅重化 提出咨询以及建议 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在会议开始之后就提出了世界议员任内 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案 包括大金三角、智慧城市国际接轨 聚会所的执行进度 以及后发先制的政策推动 数位货币、电商平台 并给予花莲县政府发展上的建议 这个任期之内 大概在花莲市跟新城乡跟吉安乡 提出了总共24个聚会所的提案 那目前有完成的或正在进行中的 或者是还在做土地的新办事业计划的 那其实现在因为有几个聚会所 已经拿到了一个建造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原物料都上涨 所以可能目前1500万左右的经费 是不够的 因此我是希望 县府赶快去调整 所谓花东基金的额度 希望能够再增加500万左右 让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 那另外呢 我今天还针对了县长的施政报告 这个智慧城市 跟这个国际接轨的部分呢 提出了宪政建议 13项的建议 可能就因为实际的关系呢 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 但是我还特别针对了 原型处农业处文化局 来做的几个大工程呢 来提出建议 包括了台湾原住民文化馆的活化 还有就是风滨山海剧场 还有1.9亿的光复的风雨计划 阳光电程的原住民文创旗舰馆馆的部分呢 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软体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工艺 把所谓的音乐 把所谓的市集跟美食都放在里面 甚至利用最新的一个科技的方式呢 用虚拟的方式呢 跟做结合 然后呢 把这个主流的东西呢 带到里头 那另外呢 农业处的向日广场 还有美轮山的科博馆的部分 美轮山的部分 做整体的规划 跟野菜学校呢 做整体的一个开发 希望那边成为这个原住民 野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子的基地 保种的基地 甚至是一个观光的圣地 那至于向日广场的部分呢 是希望他能够参照这个 Italy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希望他变成一个渔市场 然后呢 除了是餐厅之外 除了渔市场之外呢 把渔业的知识也带进来 因为呢 花莲是大山大海 人文非常的丰富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地做规划的话呢 光是硬体建设 并不足以撑起花莲的观光 因此呢建议县府朝这个方向去做 林彦夫议员则是认为 在疫情之后 好不容易能够围解封 花莲县政府所推行的QB 是否能够成功吸引游客来到 花莲消费五倍券 并且希望府会能够和谐 才能够持续推动 花莲县的发展 家里不和谐不和乐 家运会影响到家运 那也会影响到亲子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 从家来放大到府会和谐的关系 那也希望啊 这个县政府啊 这个建设的提案 那议会能够认同 那也因为议会的认同 的背书 的三读通过 那县政府才能够好好地来 对这个建设来好好的推动 那另外 政府推五倍券 那我们县政府有推这个QB QB就是来到花莲 你加入我们花莲县政府 扫描后 他会送你这五十块的这个QB 让你可以电子消费券的意思一样 可以让你到店家去消费做折底 那可是啊 原副啊 觉得这个 这个吸引力不够啊 最后林园副议员也提出 北昌市地的重化区 目前现阶段的规划 是否能够让当地居民 有更明确的了解 县府的执行进度 北昌住一住宅 目前推的是市地重化 那因为地主就缴了回馈金 那回馈金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到这个 这个开发公共的一些法定空地 这个公园 停车场 还有我们人行道 水沟 马路 等等的这个公共设施 那因为地主有缴了这个回馈金 可是 路没开通 公园没开辟 停车场没开辟 那想说百姓民众 有很多的余虑 他们缴了回馈金 那这个 法定空地 的开发的 这个 部分是由 县政府执行的 还是由地主 执行来 来负责呢 那想希望说建设处 能够对外来说明清楚 记者林杰花令市采访发到